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贵州省波州西平正乡的大山里面 相信大家也看到我旁边这里有一条水旗 这条水旗的总长度它是9400米 它最危险的地段是从那个悬崖峭壁中间穿插着 它在咸崖峭壁底底下咸崖底下有700米真的是太危险了 而修这条水旗是有一位叫黄大花的老人今年已经是80多岁了 他花了36年的时间带领行众用竹头铁锤等工具 在咸崖边找出了这条水旗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么他为什么要修这条水旗呢 我们家乡没有水旗嘛 没有繁殖嘛 没有水我们就没有生命嘛 我们家乡没有水的话我们今天没有繁殖 老板有个娃娃他们的媳妇 现在他们水也过客了 改变了 就是这个躲平空间的帽子一剥了 就是家乡有饭吃了 有水吃了 老板已经高兴了嘛 生活提高了 家乡的面貌会变 家乡的面貌一变了 人的思想一变了 人的生活一变了 家里有量心里不好嘛 家里有量死了 心里就不好 当初修这条水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 不放弃 就是修不成功 然后面对还 你生命的话 当代的育工 真的有大事 就是有决心 有行心 不好能进入苦感 舌感 交友感 品质品质品质的感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